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昨天的这个PPT 第一个是零售利润 这个是CV值的10% 零售利润来自哪里 来自我们的优惠顾客 这个是没有变的 第一个奖励制度 第一个奖金是不变的 大家注明一下 CV值的10% 每个月还是依然是80CV 这个都没有变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第二个呢 推荐奖金 推荐奖金的金额也没有变 但是什么东西变了呢 我们增加了一下 新能利润 任何会员 购买任何的套餐 都有不同的产品赠送 所以呢 我们过去基础套餐是479 现在是499 499 大家记一下 第二个呢 我们原来是1049 现在是1099 第三没有变 还是2399 第四也没变 2999 然后呢 推荐奖金还是50 150 300 500 新能 礼券 就是所有加盟的会员 都可以给自己 这个礼券 这个礼券呢 两年的有效期 任何时间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产品 从50 从50 200 到500 到1000 大家看到这个礼券的时候就会想 那我是不是应该在8月1号以后让会员加盟比较划算呢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特别打电话给博格老师 我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大家都等着8月1号加盟那这几天怎么办呢 我说那到底现在加盟划算还是8月1号以后那个加盟划算呢 肯定是现在加盟划算 为什么 因为到8月1号以后我们的套餐内容都有调整 而且没有这么大的折扣 特别是2999套餐 我们目前是6折 6.3折 6.5折左右 但是到了8月1号之后 我们2999美元的套餐里面的会员价价值只有3999的价值 就不到4000块钱 然后公司再送1000块美元的礼券给他 也就相当于4900 那这4900跟现在一样 现在我们买这个套餐也是4900左右 但是现在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赠送了6瓶的氢气片 6瓶氢气片有800多美元 所以31号之前本来今天就结束了 就最后一天 但是公司真的很慈悲 看到大家这么热烈的响应 决定延迟4天给大家 希望大家在最后这4天里头 能够爆发你们满满的热情 让更多的人喝上这个免费的这个氢气片 因为这氢气片是我们打市场非常非常好的力气 过去很多伙伴说市面上有4000种恩恩们 我们要出去跟人家打架 打这个红海市场会觉得 哎呀力不从心 不知道怎么讲 要讲七八个亮点讲不出来 这个呢 现在说实在话 哑巴都可以做这个生意 只要你们手上有这氢气片 所以我建议所有人线上的所有伙伴 我们团队所有的伙伴 无论你现在的后台的 现在有多少活跃 多长时间的活跃期 都要想办法院上尽快的拿到这个氢气片 谁先拿到氢气片 谁就是未来的胜者 人家说胜者为王 因为你只要带着这一瓶氢气片 出门随时随地都可以变魔术给对方看 引起对方的这个好奇心 然后一边看着他变化 一边来再说明氢气片的作用 很快你的订单就达成了 所以这是我们打市场非常好的力气 我上次说过我们企业的维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企业的维度越高 就可以带我们冲向南海市场 而不要在红海市场里头去增长 所以最后这四天时间 大家一定一定要把握 因为现在这四天时间加单的话 会比8月1号加单 合算划算800多块美元 划算6平的氢气片 是这样子的 这个问题解决了 因为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现在手上有几个订单 我不知道 我该现在加单 帮伙伴加单 还是8月1号 该帮伙伴加单 误冤至于 一定是现在加单划算 因为你可以同样加2999的订单 你可以让他划算800多块美元 这个大家要记住 那PV值呢 也无所变化 大家自己那个一下 自己记一下 然后499的没有变化 还是125 然后这个商务套组1099呢 过去是250 现在变成300 2399呢 过去是500 我们现在变成750 那2999过去也是500 现在变成1250 好 那很多人呢 就看到这个这么高的 因为 所以为什么 我们等一下 所讲的这个对碰价 我们一碰三想就没有了 因为呢 一碰三想 我们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 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一系列的弊端 所以呢 我们会带来一系列的弊端 所以为了避免后期这种弊端的出现 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改回 一碰一 就是大区500 小区250 还是2比1的这种碰局 碰一次 回到35美元 过去是25美元 但是 同样 你今天签一个自尊套组 假如你今天有做小区的情况下 你过去 自尊套组 2999 是500PV 你拿到的是150块美元的对碰价 尽管一碰三想 是150美元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1250 你可以拿到175美元的对碰价 尽管1比1的碰 1比2比1的碰 只有250 碰500 碰一次35美元 然后1250几分一个套组 就可以碰出175美元的对碰价 所以还是比原来的奖金增加了 所以大家不要气馁 不要觉得 哎呀 这怎么一碰三想 没有了什么之类的 我们为了我们的企业更加 经过精算师的防复 防复推敲 最终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我们的平台健健康康 长长久久 因为平台长久 我们今年这生意才会长久 我们我相信任何人在这平台 不断发展过程当中不希望去换平台 因为换平台是很辛苦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CV值呢 那CV值呢 大家大家会看到什么 这一套组的是760 8月1日的活跃 这个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过去是12个月 现在是10个月 那昨天我也问过 包括老师 为什么这个改成27 而不是24期 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极限了 说实在话 对经销商来说 10个月跟12个月 没有多大的区别 但是呢 这个因为我们公司 跟外面任何一家公司 做从销的目的和意义都不一样 外面任何一家公司 你有做从销 你再保持积分 你有可能一分钱都赚不到 那公司也不要博足钱 只要小区没业绩出来 公司完全 你做多少从销 公司一分钱都不用拨出来 除非在市区的话 但是呢 我们公司不一样 我们公司有一个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去增加 因为每活跃一期 公司就要拨很多钱出去 每活跃一个 一个月就要拨48美元 以后你想想看 有100万会员的话 你想想看48乘以 48乘以100万会 要拨多少钱出去 我们这是实打实的 这个钱要拨出去的 所以呢 我们算到最高点的27 这个20跟24没有多大的差别 希望大家这一点要了解一下 再跟人家讲的时候 不要跟他说 我们有一年的从销期 现在变成10个月了 这一点要大家要注明一下 要把重点记下来 那分销奖金还是没有变的 两代四代八代十代 我们二九九套餐一来 还是拿到十代的分销奖 然后呢 巨证奖金也是 5成10成15成16成 还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了 这个大家要记一下 那接下来呢 这个套组 分销奖金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拿到分销奖金 还是没有变 一定要合格 成为合格BP 就是在你的公区 最至少推荐两个人 保持活跃 你就是合格的经销商 然后呢 可以拿轻推转队 推荐奖金的6% 这个跟过去是一样的 5块 10块 20块 30块 第三个 这个拓长奖金呢 是我们刚刚出来的 因为呢 我们公司现在 因为毕竟很少数的人 打双区 所以我们都打工区的情况下呢 有一部分 对碰奖金和管理奖金 会沉淀下来 那公司这一次 就把这沉淀下来的奖金 变成拓长奖金 这拓长奖金的好处 优势是什么呢 过去我们拿分销 带的时候 分销奖金的时候 我们只能拿10代 对吧 但是很多很多伙伴 很优秀的伙伴 一下子 他的团队就超出了10代 到了20代 30代都有 怎么办呢 所以呢 就把那一部分钱呢 变成拓长奖金 发给这些努力轻盈的经销商 比如说今天你是一星董事 你新推荐了一个当2999进来 那么你除了可以拿这个推荐奖500美元以外 然后呢还可以 不是 比如说你推荐了一个A A呢是没有任何级别的 你自己是一星董事 你推荐了一个A A是没有任何星级的 在一星以下的 然后A今天推荐了一个大套商进来 正常情况下 我们拿分销奖 可以拿30块美元 那么因为有这个拓长奖金出来呢 你又额外多拿了25块美元 就是500美元推荐奖500美元乘以5% 就变成25美元 是这么来的 相当于多给我们一项奖金的 二星也是这样子 多拿百分十 三星百分二十 一直拿到七星 七星状 拿到百分之五十六 就出来 这是很可观很可观的一个事情 那有的伙伴就会问 假如我是三星 我下面有两个二星 那是不是我就拿不到钱了 你下面的这两个二星 应该是在不同的团队 在你直推的不同的团队里头 没有关系 你只要你是三星 你比你下面团队里头的 任何一个星级 级别高的话 就有这个极差奖励出来 比如说你有两个 一个是二星A 一个是二星B 那么今天二星A团队 新推荐了一个当进来 那么你本来 如果他们都没任何星级的话 你直接可以拿他们 推荐奖金的百分二十 那就是一百块美元 但是因为他们 他自己其中有个二星出来了 那么你就把百分二十减去百分十 你依然还可以拿他们的百分之十的奖金 也就是五十块美元 那么二星B一样的 今天二星B出来一个新推荐一个新人进来 新伙伴进来 也是二九九九九美元套餐进来 那么你也是继续拿他 百分二十减去百分十 你还是依然是拿到五十块美元 无论你下面有多少个二星 即使有十个二十个二星 你照样都可以拿他们的极差 而不是说这个两个二星一拿一下 我是不是就没钱了 不可能了 那假如下面的这两个二星A跟二星B 他们本身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上下级关系 怎么办呢 你还是拿他们的百分之十 那么他们的二星A跟二星B 因为是同级就拿不到极差奖了 所谓的极差极差 就是有级别高低之分了 如果都是同级的 那就没有这个拓涨奖金 所以在这个生意里头 我们现在又要学到另外一个秘诀 下面的人一定要比下面的人跑得快 你的心急 你的级别比下面的高 你真的后面 因为这是无限代的 无论后面一百代 一千代 一万代出去 只要下面的伙伴的级别比你低 你都有钱 拿到这个无限代的 他们的推荐奖的百分之比 所以我相信这个讲一下 大家就已经很清楚很明白了 所以不愿担心说 哇我以后我的团队到了五百代 到了一千代怎么办 没关系 所有的钱无限代全部都算 所以这个收入未来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所以有句话说 越努力越幸运是真的 是千真万确的 比如说今天你已经是五星董事 你今天新推荐一个新当 连一星都不是的 那么你下面有个伙伴推荐一个没有任何新级的 那么你除了拿他们的这个分销奖之外 那么四五二十 你又可以额外拿 他推荐奖的百分之四十 好 两百块钱 你想想看 这个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这个钱非常厉害 所以越努力越幸运 大家一定积极行动 往前走 带领团队 因为所谓的leader leader 领导领导 就是我们一定要跑在前面 所以呢 这个这项奖励的推出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伙伴 有悬心壮志的伙伴 来到在凯利平台上 更加努力运行的去分享 帮助更多的人 自然而然 你这个吉察奖后面就会拿的越来越多 那假如今天你已经是一心转了 你下面有个团队 没有任何新别的 除了他下面推荐一个新套战 竟然拿了30块美元之外 你还可以拿230美元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所以希望这个大家会明白 如果不明白 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赶紧把问题记下来 等一下我们有个Q&A 我再回答大家 那业绩奖金的变化就是500 变成500跟250 2比1的这样子配 不是过去的一碰三响就不存在了 然后我们的分顶是21万一个月 这已经也是很高很高的 我的前平台月分顶收入10万05千美元 当时都觉得高得不得了 我们这个是21万一个月 都已经很高了 所以我们应该真的要很感恩 公司这么大方把这个钱拨出来了 那管理奖金跟以前是一样的 没有变 还是第一代到第十代 可以拿到每一代都是10% 然后呢 这个时代活跃 BP也是都没变的 10个20个50 100200 我们团队现在已经有一个一星赚出来了 有七八个五星董事出来了 然后四星董事也很多了 现在的一星二星三星也是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就因为你培养越来越多的星级董事进来 那么理善钻石的速度就越快 所以这就是真正正正一个成人打击的一个事业 那举证奖金呢 也是跟过去一样 也是这种排法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所以越早进来呢 越划算 每一期活跃 每一期给公司给我们1块5美元 如果今天你的账号没有活跃的话 累计六期没有活跃 你将降一层 降一层这是不可逆的 记住 你不要说没关系 因为很多人会想当然了 我现在看见下面才三个人 我就不活跃了 我不活跃完之后呢 我就开始 不活跃之后呢 我就等到后面等到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人再活跃 那时候你已经超过了90天 超过90天公司降一层 这个降一层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就是说 假如以后你的团队即时出现了16层的 都有人的话 你依然能只能够拿15层 各位你别小看这一层 因为越到后面 我们的基础越宽 小一层就相当于少了6万5千人以上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认为要少一层 不是少第一层 是少最后一层 少第一层没关系 就少两个人而已 但是少最后一层就是少6万5千人 所以还有四天的时间 建议大家赶紧跟进各自的团队 你们每一个人打开自己的矩阵图 来看一下下面哪些人没有活跃了 一个一个去跟进过去 然后跟你们有血缘关系的 直推关系的这些会认识的 尽量都要把这些活跃起来 因为现在无论是复销还是家门 我们都有清气水赠送 我们过去举证没有奖金上限 现在为了公司更加健康发展 也更加人性化 所以我们有一个设置了一个 每期的奖金上限 但是我觉得这个奖金上限 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之所以有这样的奖金上限 真的可以避免很多人 啥活都不干 一个人都不推荐 后面也可以赚到一个月39万美元 38万美元 这个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设置了每期的奖金上限 假如你今天只是活跃BP 什么叫活跃BP呢 就是我就自己用产品 我一个人都不分享 那么你每一个月 即使你的矩阵里头 可以拿到2万美元 但是因为你一个人都不推荐 你也只能拿到2000美元 记住这个哦 很多人说哎呀 我运气很好 我下面出来一个很大的团队 我下面这很大团队 一个月给我1万美元 没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你不活跃 你只是活跃 你一个人不分享 不推荐 你在一心以内 就是你在你的 有血缘关系的这个团队 低于10个人以内 那么你每一个月 最多最多拿2000美元 如果你要想拿4000美元 怎么办呢 赶紧分享出去 至少你的团队达到10个人 你变成一心董事 二心董事 那么你月分顶收入 就可以达到4000美元 那三心董事 四心董事 就可以拿到1万美元 2000 4000 1万 然后五心呢 就是2万 一心赚 二心赚呢 就是4万 三心赚 四心赚 就是10万了 175万 就是10万 越到后面 就越高 那还有的伙伴 有个问题问 他说 我累计这个优惠顾客 是不是 我一定要有这个顾客的CV 才有资格拿奖金呢 因为有很多伙伴是2999美元进来 他有一年的从销期 所以他没有优惠顾客 那是不是就没有资格拿这个举证奖金呢 答案是 是no 就是说 在你的购买的套组里头 所能达到了多少有效期之内 都可以拿举证奖金 比如说你签了一个2999 或者签了一个1049 1049的活跃期是三个月 三个月之内 你不需要有优惠顾客 你照样有资格拿奖金 到了三个月之后 你必须要有优惠顾客 而且呢 优惠顾客 数 订购产品的CV值 要达到这个值 你才有资格拿奖金 举一个例子 你是一心董事 你当时加盟的是1049套餐 1049套餐只有三个月的活跃期 超过了三个月活跃期 你没有做从销 如果你这时候买升级套餐 也没关系 如果购买升级套餐的话 公司自动又顺延一年 那么你这未来的一年 你也不需要有优惠顾客 照样有资格拿这个取证奖金 那假如你没有升级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有优惠顾客 因为这是美国的法律法规规定了 因为很多人会抱怨说 我们可不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买东西啊 这样子去注册优惠顾客很麻烦啊 各位有钱给我们的时候 麻烦一分钟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好 注册优惠顾客 你一辈子就靠着一个优惠顾客 都没关系啊 对不对 反正注册优惠顾客又不需要花钱了 而且享受的价格跟我们会员价是一样的 所以辛苦一分钟 为了未来的长久打算 不要抱怨这个麻烦 那个麻烦 钱送给你的 还怕麻烦吗 对不对 我们为了赚钱 我们要做多少麻烦的事 我们要这样子去想 因为我们一个公司要长长久久 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 我们要符合美国 因为我们是美国公司 所以要符合美国的法律法规 必须要有这样的累计优惠顾客 当你达到100CV的时候 那么你才有办法拿这个1000美元 办一期拿到1000美元 要有200CV的时候拿到4000美元 500CV的时候拿到5000美元 就是这样子以此累对下来 这个是我们的上限 月分顶收入是38万美元 那么全球分红还是没有错的 跟以前一模一样 全球营业的3%放在一起 来加全平均计算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公司 真的是太老实太厚道了 在我的前平台 如果我要想拿钻石分红 比如说我6月底我上了钻石 那么我要想拿到钻石分红 要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呢 我要789 这三个月都合格的情况下 我到 因为在全平台 基本上会推迟三个月 才能拿到钻石分红 789是我要赚12月份 我6月底上了钻石 789都合格的情况下 我要到12月才能拿到钻石分红 但是这家公司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好到我都没有办法 好 真的是说它不好的地方 好的真的让我很感动 感动在哪里呢 我们有个伙伴 6月底 倒数几天上了一星转 结果呢 公司居然也给他一份 居然也给他一份哦 这个在任何一家公司都是做不到的 所以呢 我们的伙伴非常非常的感动 他说这个平台怎么会这么好啊 我都没想到 他说他自己6月底上钻石 他就想着肯定7月份才开始给他 给他这个份额了 没想到6月底就给他一个分红 所以他越来越努力 越来越感动 所以好的公司就是这样子 得人心者 得天下 他得到了我们的心 所以为什么仅仅适于您半年的时间 可以让我们的海力发展如此之快 所以得人心者得天下 所以我们做团队也是 公司要想得人心就可以得天下 我们团队领导人也要得人心才能得天下 所以我们一直一直强调 一定要愿心做 不要愿脑做 因为很多很多外面的很多团队会跟你说 你到我团队来 我保证你上钻石 我保证你怎么样 我保证你什么 这个世界没有保证的事情 所谓的这些领导人都是愿脑在做事情 而不是愿心在做事情 因为真正愿心在做事情的话 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语言 我们彼此之间都可以有心灵上的沟通 大家都愿意心与心的连结 就可以做得很大 所以不要外求 我们一定要内求 我们越内求就越优秀 越内求我们运气就越好 所以一定一定要愿心 小时候听过一句话 世上无难死只怕有心 这两句话 小的时候只知道是一句话而已 只是很表面的东西 概念上的意义 但是越到现在越明白 真的世间所有的方法 都不如两个字叫做心法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团队 一个个真正真正以后达到长久 稳定的收入 获得真正价值意义上的成功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心来做事情 不要愿脑来做事情 好吧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分红数 那有的人说 假如我六月底上的钻石 我七月初掉下来了 七月一号到十五号掉下来了 然后呢 七月十六号到三十号又上去了 然后到了八月一号又掉下来了 八月十六号又升上去了 那这样子怎么算钻石分红呢 很简单 在每一个周期里头的一号到十五号或者十六到三十号 就看你也没有获得达到钻石资格 只要有达到公司照样算一份给你 举一个例子 六月底上了钻石 六月底上了钻石 七月一号到十四号你的团队只有四百九十几人了 没有到五百个人 这时候只要你在十五号晚上十二点 洛杉矶 美西时间十二点之前你的团队达到了五百个人 公司照样算你这一期的分红 所以去哪里找这样的公司啊 各位这么厚道的公司 很多公司厚不厚道就看这个细节 厚道的公司就给我们最后一次最后一分钟的机会 不厚道的公司就是告诉你一号到十五号 只要有一天没达到 他就可以不给你这个奖金了 即使其他天都达到 只要有一天没有达到 他就不给你这个钻石封红了 区别就是在这里 所以你越了解凯莉 你就会越感动 所以要想在凯莉蓬勃发展 自己必须找到感觉 感觉很重要 感觉就是问我们的心 你在你内心里头 你真正是否认可凯莉 你如果内心自己都不认可凯莉 你要想在凯莉发大财 很难的 所以问自己的心 好吧 我们一个个都走心 当我们做一个事业 我们一个团队 一个平台 一个公司 我们一个个都能够走心的时候 OK 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根本没有是非 没有困难 没有这些烦恼 只要埋头骨干 与世无争 埋头骨干就行了 不要跟别人比 因为跟别人比 你会生很多很多烦恼出来 这个烦恼就是负能量 这个负能量就是你 往前发展的一个障碍 所以呢 我们不要跟别人比 每一天跟自己比 每一天问自己 我今天朋友圈发了没有 我今天FB发了没有 我今天跟伙伴沟通了没有 我今天有没有登陆后台 看一下哪个伙伴 然后到哪个级别了 我现在是因为团队实在是太多了 有的时候看不过来 所以如果你们随友上星级同事啊 什么之类的 一定要主动告诉我 然后我在群里头再恭喜大家 因为你们现在团队小一点的话 比较容易的看 然后就这样子层层复制下去 因为你这不懂的复制下去的话 下面团队到了几千人几万人的时候 你根本看不过来 对吧 所以大家要这样子形成正确的复制下去 你下面无论你现在是我的多少代都没关系 我们现在无限代都在一起的 新都在一起的 只要你今天发现团队里头出出来一个新的董事 要恭喜一下 你赶紧写好这个恭喜词发给我 告诉我 无赚我们团队随身 龙身一心二心三心四心五心董事的 赶紧帮忙恭喜一下 OK 我都会帮大家恭喜的 那我就会恭喜大家 就这样子的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会打造一个非常好的创业的一个氛围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幸运阳光群里头 大家非常非常的热烈 大家而且非常有爱心 每一个人把自己的长相充分发挥的零零尽致 有的人呢喜欢做图纹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安 我们的高安国将军 高将军 他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 78岁的 他还非常擅长做这些PPT 做这些漂亮的PPT 做这些图纹并茂的这些说明 你想想看 所以说在他的眼里 身体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他的心理年龄远远在27岁 是这样子的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自己都可以学 不要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 不要说我已经五十几岁了 我不会签答案 我学不来 我不会看后台 我不会这个 不会那个 你想要都有办法 人家78岁的人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我们五十几岁又算得了什么呢 对吧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关键就看你 用不用心 还是两个字 心有没有在这里 你的心 你想做成功 你就会成功 你就会学得来 前当我们这是傻瓜式的后台 非常非常容易 不要告诉自己 我做不来 没有这世界上 没有做不来的事情 关键你做了多少次 你前面做的时候 犯错也好 怎么样也好 没关系 有人来帮你 你多做几次 后面就熟能生巧了 所以真真正正 在我们这个事业里头 成长比成功更加重要 好 今天呢 这个就跟大家 先讲一下这个奖励制度 那星期五晚上 就是你们的星期六早上 我有可能看公司的安排 再给大家讲一个 详解2021凯利奖励制度 详解 年的